是在台北车站市民大道上的天桥 就在上午6点35分 被人发现到一个疑似装有爆猎物的盒子 那么也因为这体积方正 纸盒上还写着BOOM这个英文单字 加上有电线外漏 让大家很紧张 刑事局防暴小组一早也就全部武装了来进行拆解 索性 续经一场 疑似爆猎物 它上面有很明显写BOAM 信封放在纸盒上 但里面已经没有信纸 一旁电线露出来迁到天桥栏杆上 民众一早发现疑似爆猎物的不明物体 赶紧通知警方 刑事局防暴小组全副武装进入封锁线内 小心翼翼走上天桥 刻意保持距离翻动纸盒 5分钟过后顺利将电线拆解 幸好没有引爆 上面是有一个英文字母的炸弹的一个书写 那整个是非常粗糙的 但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公共场所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慎重的处理 没有做轻易的一致 仔细看 纸箱内没有火药和计时器 两个纸碗装着汽油 一旁电池盒上接着电线 正负极一边接往天桥栏杆 一边则导入纸碗内 另外还有一支打火机 引爆意味相当浓厚 模仿达文西密码指向上的信封写着大大的freemason 是共计会成员的意思 除此之外还工整的写下B.O.O.M.和两个日期 共计会源自18世纪的英国是兄弟会组织 属于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 主要宣扬博爱和慈善思想 嫌犯在国庆假期之前二座剧企图引爆 虽然只是虚惊一场 但恐怕已经引起恐慌